大家好 我是曾过瘾 家里面还剩下10个幼风筒吧 我看一下12345678910 10个幼风筒 今天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果园的周边 放在这里呢 它能来风就来风 不能来风就等到秋天 这周边的野风自然分风 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 上面都是山 这边也都是山 后面也都是山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果园 我们现在把它放在这里面 随便找一些位置把它放了 这个桶放在家里 就是个垃圾桶 没用的是吧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野外 那么它就是幼风筒 能来一群风 那么这10个桶就回本了 我们就要去找个地方放 我感觉这一个位置不错 这里太阳晒不着 而且就比较隐蔽 我们就在这里放一个 这里离我的风箱非常近的 就有两米的距离 这桶我昨天在家里 已经磨好蜡的了 这里面这个桶是来过风的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把这里挖平 如果你想要取蜜的话 那么你底下可以挖深一点 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蜜蜂 那么你们挖不挖深 无所谓的 如果你是为了 单纯是为了野生蜂蜜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底下的洞 挖深一点 到时候它那个皮就可以做长一点 好 我们把后面这个用泥巴把它埋起来 这样一个幼风筒我们就放好了 我们接下去放第二个 走 我们在这个底下放一个 这里看起来挺凉快的 这底下我们放一个 这一个位置我们放一个 这些地方就比较好放了 我们随便挖开一点就行了 挖一点泥巴起来就行了 这一个也是在家里磨好蜡来的 先上用泥巴把它围起来就行了 前面是比较开阔的 给大家看一下转过去 前面是比较开阔的 好 我们接下去放第二个 哦 鱼 好 这样又一个了 这上面都是风辣 然后那一个位置也不错 我们去那一个位置也放一个 我们把门朝外面 好 这样子就一个了 这里的环境非常不错 你看 这里的话 前面非常开阔 然后放在这个位置 very good 好 走 这个位置好 周边都是水 点两块石头把它压着 好 这样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坐等来风 这里阴凉的很 以后有机会把密封搬到这里来养 搬到这个位置来养 哇 这里太阴凉了 哇 大家看了 这周边的环境实在太好了 这是一个山泉水的那个蓄水池 然后一路下去 我在那一个位置放了一个幼风筒 这周边来养风不错 以后有机会的话 明年夏天把它搬到这上面来养 就是查风比较麻烦 要爬上来 这一个位置可以放个幼风筒 然后这上面好像也可以放几个幼风筒 哇 那边就算了 那边太深了 我们就不进了 那个位置可以放 好 我们来先把这边都放了 这个位置我们先放一个 好 这里我们放一个 然后上边再放一个就完事了 大家好 这里是我们放了六个幼风筒 山上面放了两个 在这条悬崖中间放了两个 然后果园里面放了四个 然后还剩下四个 现在天色也晚了 我们先回家吧 下一次再来放 下一次找别的地方放 反正还是在这周边 那样方便我查风 方便我看桶 我之前把那些桶都放得太深了 太远了 然后爬上去一趟好累了 我现在就把它放在这周边就行了 这样子我检查的时候比较容易 这个时候是没有多少分风的 少量分风 有一些风群它可能还会分 然后我们先放着吧 来不来风是另外一回事 总好过把这个桶放在家里 放在家里的话一点作用都没有 把它拿到山上面去丢 说不定运气好了 还能来个几桶风 是吧 像我这些桶都在家里面 先刷好蜡才来的 因为带火上山的话不太好 我在家里面把蜡都刷好了 然后直接拿来就可以放了 好 我们坐等它来风